金剧演员 金剧演员为什么不在舞台上演戏 跑在这里直播 我从小就比较不走寻常路 这位在直播间唱金剧的小伙 名叫郭宇昂 今年24岁 是著名金剧表演艺术家 张南云的入室弟子 四岁开始学习金剧 是受我太奶奶的影响 她是票友 就会带我去戏院看戏 没想到后来学着学着自己 就真的会爱上 才去走的专业的道路 12岁的时候 去了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进入课班 毕业之后 到了北京戏曲学院 进行了大学学习 20年毕业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剧场都关门了 开始接触的直播 如今 郭宇昂已在抖音直播上百场 收获近四十万粉丝 开始就十几个人 然后还挺惊讶说 真有人愿意听戏啊 最多的时候有六千个人 很多人会支持我 就是因为带动了年轻人 来喜欢金剧 2022抖音戏曲直播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2月 抖音平台已有231种戏曲 开通直播 开播超80万场 京剧 前腔 乐剧 依次位列受网友欢迎剧种的三家 戏曲类主播收入 同比增长232% 各类剧种 在直播平台争奇斗艳 观众足不出户 便可欣赏传统文化的韵味 这两年大家都对传统文化 有了国风国潮的标签 但是在十几年前 是完全没有的 爷爷奶奶都不听戏 这什么年代了还学金剧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让大家知道 你在唱的是什么 它的背景 它的典故 所以在直播间里面 我也就经常会说一些 戏文类的解说 《良辰美景奈何天》 其实出自于 昆渠牡丹亭里面的一句戏文 它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意思呀 就了解了 它才能听下去 大家会主动地说 我把这个礼物 变成是我的一份心意 对待好的艺术作品 网友通过点赞 打赏等方式 向艺术致敬 它已经在 画传播的一个范围内 起到了贡献跟推广 众人使柴火焰高 我觉得新剧会越来越亮 当短视频 直播平台唱响黎元春 戏剧舞台从线下走到线上 舞台与观众之间 艺术和生活之间 在抖音直播间里 找到了第二个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